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响战线市场一共有三大因素 第一个就是基本面的情况 第二个就是影响短端的流动性的情况 最后也是从17年开始一直到延续至今 对于战线市场影响最为剧烈的一个因素 就是政策面的一个情况 政策面从17年的4月份开始 3343这种监管的强化 然后再到后期相关政策的出台 特别是以资管新规 征修意见稿和正式稿的出台 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是特别剧烈的 算是一种标志 而现在仍然处于资管新规 相关细则在不断推出的每一个时期 因此对于监管方面的理解 也是我们相关报告的一个分析的重点 对于战线市场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们也写了相关的一些报告 一系列的报告 来对监管相关的一些框架 包括一些相关的文件的进行相关的解读 也请大家可以去浏览我们的公众号 包括我们前期为大家录制的资管产品的增值税 也是属于我们相关的监管内容的其中一个部分 本次这个报告呢 是一个相当于说是一个抛砖引率的一个过程 相对这个资管新规的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 作为一个简要的一个提高切点的一个分析 然后呢我们将会在我们这次报告的最后一次报告当中呢 对于我们现在这种监管的一个框架 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梳理 并且呢对于这个监管对于金融市场的一个影响呢 进行一个有这个概括和归纳性的一个总结 后期呢我们也会推出呢相关的一种监管的一系列的客场 也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对于这个监管的一些相关的 有我们自己一些读到的一些见解呢 为大家算是一个打一解惑 同时呢也为大家对于某些公布出来一些政策呢 进行一个更为详尽的更为一个通透的一个解读 为各位其他投资者啊 在后面后期呢进行投资呢 作为一个指引的一个作用吧 本期报告呢我们将会通过呢 三个部分进行相关介绍 包括呢资管新规的一个概况 还有资管新规下的机遇 以及资管新规对于金融市场的相关影响 可能更多呢 因为这个资管新规的内容呢 一说起来的话会非常的多 它涉及的方面也很广 我们这个这个报告的篇幅也有限 后期呢我们会通过更为更为详尽的课程呢 为大家进行相关的一个解读 这一期呢重点呢还是一些提高签的一些内容 首先呢资管新规的概况 资管新规的概况整体来说呢 它是这个反映出了几点 核心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打破钢队 包括呢统一监管的一些框架 具体的反映来说呢 像这种独占的这种资管业务呢 会在资管新规帮布之后呢逐渐消失 当前呢各金融机构 因监管差异下出的独占业务呢 在经过相关下资管新规还不再享有 监管体系的这种趋同化呢 使各大金融机构呢 将会运用到平台上的公平竞争 无论是这个征求意见稿当中的描述 像现阶段银行公共产品 以及固定所有的产品为主 以银行公共产品投资 二级流入口子 而正式稿中呢 直接先出了以不定资产投资为主的表述 体现呢去监管差异的一步到位 未来这种监管差异呢 将不会体现在这种金融机构上 而更多呢是体现在这种产品上的差异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银行理财呢 将会面临一定程度的转型 因为这个资产新规则的核心呢 就是打破钢队 直接针对的点呢 就是银行理财 包括这个同业理财之间的这种链条 同业理财到同业存单同业理财这种链条 而这个银行理财呢 是其中链条的关键一环 当前呢银行实行的钢队呢 是为了快速打开这个资管市场的一个必然 资管市场呢 从十年前的十万亿左右呢 一直发展到现在百万亿呢 这个这种钢队性的 这种钢队这种银行理财呢 是可以说是 对它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贡献 而随着这个资管新规这个落地呢 这种粗暴的钢队模式呢 将难以维持 资管新规就尽管这个思路是吧 信息充分披露 投资者风险资本 风险机构收取管理费而非差异 风险的匹配呢 这个收益呢能够互相匹配 禁止的期限错配 现存的大量呢 银行理财的产品 民法不妨要求 必将面临这个业务转型呢 或者也能收缩 因此呢打破钢队呢 可以说是银行这个资管新规 一个核心的要点 第二个呢 就是资管新规下 所 这个不同的机构 包括不同的产品 所可以获得的一些机遇 简单来说的话呢 对于银行来说呢 银行可以设立的资管子公司 理由呢 就是成立一家资管子公司呢 相当于同时获得一张公布基金的牌照 和一张新托公司的牌照 单独成立资管子公司呢 能够更为提供 更为灵活的一种激励的机制 现在来说的话 像这种十家的银行呢 已经你设立了资管子公司 包括普发中信 昭商华夏 北京 宁波 交通 光达平安和南京 这些都是现在已经 逐渐有相关的 相关的这种计划 已经反映出来的 也反映出来这种银行呢 在虽然说银行理财出现的风险 情况下之后呢 它另一个投资的领域的 一个不断的打开 所谓商帝关上一扇门的时候 为你开 打开一盏窗吧 这样一来的话呢 银行未来的理财业务呢 在公布产品端呢 将和基金的这个公司 展开正面的竞争 将私募产品端呢 将和信托呢 展开这么一个竞争 这也促进了这种金融市场的 这种正规的这种竞争化 防止这种野蛮生产的一种 一种爆发这种 这种 运藏的危机 同时呢 银行将大连从信托当中挖人 然后在这个新规这个框架下呢 这个对于 这个银行来说呢 标准化 证券的理财产品呢 找回公布产品 非标证券的等理财产品呢 转化为私募产品 而目前呢 这个债地类的银行业产品 由银行自己管理 部分包括公布啊 还有权商呢 就形成它的一种 自赢资金 这是那个 形成了这个 这个券商啊 或者是这个公布资金 他们收到的一笔委外的资金 这个银行呢 就资管子公司形成之后呢 将会有子公司呢 发挥着主动 主动管理的一个作用 因此呢 很有可能会实现 这个银行大量 这个货中投研队伍的一个可能性 这样的话 对于银行的一个 资深的这种管理能力的 和发展呢 也会形成一定的支撑 同时呢 银行私募理财收益率呢 向新托产品看齐 这样的话 新托产品的投资门口 拉开了新托产品的收益率 资管新规下呢 私募产品这个 这个投资的门口的统一 但是呢 又不允许钢队 百姓的投资需求呢 必会从理财转回信托 信托的收益率呢 将有下行的一个风险 这一点呢 重点是对于银行 这个相对来说呢 资管新规下 银行能获得一个机遇 然后关于这个债券 就券商啊 基金啊 他们的投资方式的话呢 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 另一个课程 就是第十二课 这个投资的统一框架当中呢 为大家进行相关解释 这里面呢 我们更多的是 关注于银行这个角度 进行相关的分析 第三呢 就是资管新规会产生的影响 简单来说呢 它可以分成如下的一个影响 第一呢 加速了经济的一个出清 促进了产品的一个规范 首先从非标券券来说呢 投非标的这种理财产品呢 在少了钢类支撑的背景下呢 风险等级会急剧上升 因此呢 继续允许普通老百姓 投资此业这个理财产品呢 不符合产品风险 与风险承受能力 匹配这种监惯思路 因此我们看到了 资管新规规定呢 公募产品 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 公开发行 债券产品呢 向合格投资人通过非公开发行 公募产品的主要投资的标准呢 这个权益类资产 及上市交易的一个股票 而这种要求情况下呢 标准化的债权呢 应符合一下几个条件 就是我们说的 可以党分化和交易 信息批肋充分 集中登记 独立托管 公允定价 流动性机制相对完善 这个都属于我们这个 标准化债权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条件 而对于这个非标债权呢 它这个分类监管目的上 会进行一个相关的 分类的一个监管 同时呢 非标债权呢 通过ABS 转化为标准债权的操作性呢 相对不大 这里来说呢 都会对于这个产品呢 形成一个相对的一个规范 特别是呢 像这种分类监管呢 会对这个公务产品的范围呢 形成一种限制 达到了风险隔离啊 压缩 非标规模 加速市场出现的一个作用 同时呢 这个通过ABS 转化为标准化债权的操作空间 不大的时候呢 对于资管产品 所托集中度呢 也做了一定的限制 因此呢 也杜绝了这种相关的 这种投资的一个漏洞 同时呢 由于这个 对于它这个风险 对这个资管新规的这个颁布呢 对于风险债权的一种规定呢 也是僵尸企业呢 无法再通过ABS 进行循命 这一来的话呢 也有助于实现这种去杠杆 和这个去产能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深化 与此同时呢 表外的这个融资成本的台升呢 表内融资质量呢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 这个呢 是对于 相对来说 对于这个资产呢 是一种相对 对于经济来讲 是一个相对负面的一个影响 但是呢 它也是为了 缓解整体的这个 提高整体的这个 金融市场的一个质量 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第二呢 对于债券呢 及货币市场来说呢 产品净值的话呢 将是理财产品的浮亏呢 进行兑现 只要理财收益率呢 持续高于债券购买日的 这个贷券到期收益率 即使银行将这个债券 持有数到期呢 最终也要有人来承担 之前积累的这个浮亏 资管新规呢 要求对于资管产品 采取净值化的核算 过渡期一过呢 浮亏就会通过 理财产品的净值曝附出来 第二就是呢 压缩非标债权呢 会使债券呢 及货币市场呢 继续向上 监管部门呢 可以压缩非标债券的规模 使得年初以来的 这个债券市场呢 处底反弹 这样的话呢 会保持一路上上的一个走势 同时呢 经济的不断 这个出清呢 也将带来债市的频频违约 资金呢 会向这个高质量的债券提聚 高低质量债券的利差呢 会有可能会增大 这个都是对于债券市场 和货币市场的一个影响 然后呢 第三点呢 就是表外理财资金分流的一个思考 简单来说的话呢 这个部分理财资金呢 可能会回表 表外融资呢 将会呈现大规模的一个萎缩 打破钢队之后呢 投资者注意力将会放到 这个资产标的的风险上来 因此呢 大量的理财资金呢 有可能会通过金融机构 同业存单 表内的一个回款 包括呢 货币市场工具 或者高顺的债券 从而拉高了 这些金融产品的利率 因此呢 这个资本金冲突的金融机构呢 获得不少的回表理财资金 同时呢 这个货币基金的收益率呢 将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 虽然呢 这个货币基金的收益率呢 不及钢队的整理财产品 但是呢 相对来说呢 水平也不会差太多 同时呢 货币基金的这种整体风险呢 并不比这个钢队的理财大多少 且能随时赎回 在这个资管新规 这个落地之后呢 预计呢 这个钢队将会被打破 同时呢 将会促进的资金呢 会向这种 资金呢 会向这个货币基金呢 进行一种流露 也就是说 这是一种 资金的一种自我选择 然而呢 新规强调呢 这个金融机构呢 对于资管产品呢 应该实行静止化管理 静止化管理呢 将会增加货币基金的流动性 这个波动性 以及这个利率的风险 因此呢 返回的 便随着这个理财产品 静止化的转型呢 投资者对于 银行理财的接受程度呢 可有可能会下降 因此呢 银行理财的资金呢 有存在外流的一个压力 然而呢 即使货币基金完全净化 这个可能性不太可能的 封闭式的这种供应产品呢 也能帮投资者 获得同市场利率相当的收益率 因此呢 相对来说的话呢 货币这个资金的收益率呢 应该说是受到这个影响的话 效果会更好一些 然后对于信托业的一个影响来看呢 打破钢队和静止化管理呢 对于信托公司呢 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呢 避免了这个管理人 在禁止的条件下呢 为违约产品兜底的风险 另一方面呢 加大了信托产品的一个目击难度 禁止钢队的一个利处呢 可以说是在于信托公司 如果达到禁止要求呢 就不需要对产品的最终收益率承担责任 也就不存在 用自有资金去补偿 本该由投资者承担那个资金的风险 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呢 将会大大下行 而它的弊端呢 是在于失去了钢队的优势呢 信托产品对于投资人的这个吸引力 将会下行 对于这个投资 特别是股东背景较弱 优质项目资源匮乏 管理资源较小了 这种信托方法 目击的难度将会进一步增大 这一点呢 也是打破关队的明显的一个 明显的作用所在 所以对于信托来说 业主来说呢 是属于一个利比兼有的一个状态 消除多通线套和通道的规定呢 将会对通道业务占比较重的信托资产 规模产生重大影响 银行业务规模呢 将会大幅的削减 这也是这个 大资管环境下 受到资管行为冲击最为明显的一点 同时呢 清理资金池业务和防范 这个搓配风险的要求呢 将会使一些通过资金池 以新环旧 期限搓配严重的信托公司 面临较大的这个流动性压力 可以看出来呢 这个资管行为对于信托业的这个影响呢 还是比较大 特别是一种弊端的风险呢 也是非常强化的 但是呢 它也是一种对信托业的同心在规范 这点我们要说啊 就是对于信托业来说 中国从82年开始呢 一共进行了五次对于信托业的一个整改 可以说每次的整改之后呢 都效果并不是非常明显 因为它总是能够想出更多的这种绕行的方式 它的其中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在于信托业的这种管理的机制 包括它这个管理的这个体系很不明晰 没有至于在同一的框架之下 并且呢 没有消除到这个打破刚对的一个风险 以及呢 这个信托业它投资 前期更倾向于 与这个银行 这个模式相同 这些个 也算是一些它的一些特征之上 而这种自管新规呢 在这几个方面呢 都进行相关的一些限制 可以说起到了一个 釜底抽筋的一个作用 因此呢 这个作用呢 对于信托业来讲 可能打击会更大 反正在我们这个 飞镖的这个摄容当中呢 它的下行非常明显 但是来说呢 从长远角度来说呢 对于信托业的一个健康的发展 或者说是 将它这种融资的方式 与银行啊 与其他的这种方式 相剥离开 是一个长期来讲 是一个有利的一个过程 这一点的话 像我们这个提高合格投资者 转入门槛 虽然可以可能减少 潜在客户的来源 但有利于信托公司 甄别出抗风险能力较高的投资人 这样也有利于缓解 钢对打破货的一个压力 而权益类资产的这种杠杆限制呢 可能会影响员工持统计划 质押融资等部分 信托业务的一个开展 所以说呢 它这种影响可以说是全方面的 因此呢 我们认为信托业未来的转型方向呢 有如下几个方向 第一呢 对于这个规模较大 具有丰富银行间市场资源的 信托波罗斯来说呢 可以选择由传统的这个 债权贷款业务 向资产证券化业务转型 并适时呢 发展债权承销业务 第二呢 就是对于中小型的信托公司来讲呢 可以深耕本地市场 集中力量专攻某一行业领域 提高呢 项目的一个管理能力 第三呢 就是发展特色业务 比如说呢 像中信信托 平安信托 开始调整这个发展战略 开辟甲族信托业务 还有尝试新的业务方式 慈善信托 小微金融 消费金融等等 其实有的呢 也是特色业务 其实更多的 也许是一种回归本源 就是回归到信托 这种 就是原本 它最初的那种目的 和银行这种营物音乐模式 进行一个脱离 一个分开 而对于银行理财来讲的话呢 理论上来说呢 这个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呢 经由内生的风险偏好决定 风险偏好较难被改变 对于保险的这个 保险性 保守性的这个投资者 尤其如此 因此呢 考虑到银行理财的投资者 仍比风险较低 随着理财这个静置化的转型 以及钢队风险的打破呢 很有可能理财这个接触程度 向上的下降 理财资金呢 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流 这样也有利于这个 表外理财的一个回表的一个过程 同时呢 也会这个 打破这个 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 同业理财 然后同业存单 这种链条 打破这个链条之后呢 也会进一步 防止这种银子银行啊 等等这些 金融市 金融这个市场当中 隐藏的这种隐患 使它逐渐的 慢慢的消化 这是我们看这个锦涉性投资者 文件性投资者 平衡 趋近 还有这个进取型的投资者 在付于银行 领财的不同的一个 一个态度 理财业务的一个转型差异呢 围绕静置化转型呢 拥有期间牌照和 主定管理能力较强的 商业银行呢 在静置化产品的设计和管理方面呢 具有先发的优势 而围绕理财业务独立管理 中小型银行呢 设立资管子公司的 可行系统相对不足 转型的方向呢 正如我们所说的 大型银行呢 可以借助资源禀赋 推进理财业务 静置化的转型 提高主动的管理能力 以增强呢 这个竞资型理财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在产品端啊 投资端啊 风展控制端呢 都有相关的一些 改进和提升 而地方中小型银行呢 可记住去在 区域范围内的品牌知名度 尝试发力资管产品 代销业务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期 这个 线上课程的 宣布内容 然后呢 我们这一期的这个课程 这个资管新规 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呢 就是郑重所说呢 是对于监管的一个 提高窃定的一个描述 后期呢 我们会对推出一系列的课程呢 对于这个资管新规啊 包括资管新规的细则呀 包括监管框架呢 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监督 谢谢各位 对于监管扣的一系列的课程